小雄 翔翔 你沒事吧 流了好多血 剛剛 袁翔翔腳下 是不是划過一顆玻璃珠啊 這也太可怕了 到底是誰做的 文文 我沒事的 別擔心 好了別廢話 我們趕緊去醫務室看看 這破比賽 不比了 同学 别担心 你就是外部皮肤撕裂比较严重 记得秦桓药就可以了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想想 比赛前我特意看了一下地面 绝不可能会凭空出现一个珠子 这不摆明了有人就是故意害你吗 也许是什么林泽党 或者除非野党的粉丝做的 这次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这些粉丝 已经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本以为不和他们纠缠 就能稀释宁人 结果还是我太天真了 除非野 去道歉 于 于想想同学 对不起 我之前一直以为 你是楚少爷的女朋友 一时激动 所以才 他就算是我女朋友怎么样 要是下次再让我看见 你多管闲事 你就没有纸道歉这么简单了 现在给我滚 你 没事吧 还 不是都怪你 你的花石粉那么多 普通人随便做点什么 都要被他们整死了 而且这次运动会报名 也是他们做的手脚 还得想想现在 体力透支的厉害 行了 婉婉 能捡回半条命就不错了 我们以后就绕着 楚少爷走就行 吵死了 这能怪我吗 你这个死女人 没我你到现在都找不着 害你的人好吗 明明这些倒霉事情 都和你脱不了关系 不好 是傅思汗的短信 只是运动会上摔了一跤而已 都是皮外伤 没事的 楚河 开车去医院 是 三爷 不 不用了吧 这点小伤真没什么事啊 不要随随便便动手动脚好不好 心脏差点快跳出来了 要去 否则我不放心 就知道熬不过他 对了 你刚刚短信说有事找我 是什么事啊 三天后有场商务宴会 你要做我的女伴 你是认真的吗 那种场合我 你欠我那么多人情 难道不准备还吗 这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但是我身上还有伤脉好强哦 就算这样你 我让医生给你开药 能让你一点疤都不掉 哦 对了 暖暖这几天状态怎么样 几天不见 还挺想念这小家伙 你自己看看 这张照片上面的人 不就是我吗 傅思汗这家伙 什么时候找的 猫咪很可爱对不对 好家伙 前面几乎全是我的照片